立陶宛是一个民主量能充沛 接近蓬勃发展的国家 其民主发展历程 台湾的许多相知之处 过去立陶宛经历过 义族统治及危险的压迫 但是立陶宛人民从未忘记 1989年 他能向全世界示范了对民主的坚定追求 以爱沙尼亚及大托尾亚人民所牵着手 组成了一条绵云675.5公里长的 波罗的海之路 这一个大规模的和平行动 向全世界证明脱海之民人 争取自由民主的决心与毅力 也为台湾及全球各地的集中 民主斗士树立来远范 过去两年来 台立双边既互惠互利 持续顺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我在此间向西敏尼特议长阁下 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再度表达诚实的感谢 因为有阁下的高瞻远瞩 台立关系的发展 才能够熟悉 向前开展更上一层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